大家好,我是喜欢水培的朱教授 这一盒是羽衣橄榄,是去年种菜剩下的一些种子 估计出芽率不会很好,但是好歹要试试看 因为每个种子都是潜力骨啊 于是我趁着上次实验阴炼油杀虫效果的时候 一起做了一个育种盒 但是上次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阴炼油是会抑制种子发育的 甚至让种子生长出来之后矮小畸形 我后来学习了其他博主关于发芽的视频 都是着重强调,要避免任何油泪在器皿当中的 这也是我不好好学习犯的错啊 过了有20天了,还是有一些种子顽强的活下来了 毕竟它们也是生命啊 我准备把它们移植出来找个好的地方给它们生长 现在移植当然是用我最拿手的水培杯了 很适合刚发芽的小苗 可以让它们长到手掌大的时候再决定是移栽到土里还是继续水培 具体的制作过程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视频 右上角有链接 现在我用了三层杯子 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枣类的滋生 当然你也可以在杯子外面包一层不透光的材料 比如说报纸或者锡纸 但是那太麻烦了,还是直接套三层杯子最简单和实惠 现在最好移植的是那些长得麻干棍一样高的小苗 因为它们比较适合水培杯 把小苗的镜小心的卡在塑料泡沫中间的缝隙里 让它的根可以接触到杯子里的水就行了 杯子里的水我是用的稀释了一倍的化肥 小苗用稀释的肥料就行了 但是我在制作的时候还是犯了几个错误 没有仔细检查水的高度 导致第二天有几个矮小的小苗没有够到水就死掉了 可能是硬炼油的抑制作用 这些小苗普遍都太矮了 不适合用我这个水培杯 所以瘸子里挑将军 只挑出来这么几个勉强合适的 其他的我再放回去长一长 看看有没有机会长得好一点 另外我看到这些小苗的叶子长得也是不对称的 一高一低 感觉也是畸形 可能还是跟硬炼油有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连DNA都被破坏掉了 会不会影响它们一生呢 看来以后不敢轻易用这个方法来防虫了 今年我准备多种一些羽衣橄榄和韭菜 感兴趣的同学请关注我 看我如何用水培把它们养大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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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